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恶道从哪里来的 现在我们清楚明白 恶道是自己 恶业变现出来的 自然变现的 饿鬼地狱畜生 无人设计 无人建造 全是业部现前 我们自己冷静去思维观察 我们现在在这个世界一生之中 所有的机遇也是自己业部所感 同样无人在策划 无人在设计 无人在制造 你如果看清楚 想明白 经常说的话 我们就五体投地 真的佩佛 不但不再怀疑 完全接受 完全相信 佛讲的话 真的无错 经常说的全是事实真相 囚痛就是现在的 幽悲苦痛 我们现前所受的 幽悲苦痛 欲读 这样是死了之后 三途果报 极惨之苦痛 这些都是地狱果报 这些都是说地狱果报 自者 自业所感也 故云 自相招然 所以人 恶不做得 做恶没有好处 那人为什么会喜欢 经典上有一个比喻 经典上有一个比喻 比喻做 刀投晒物 奉利的一把刀 刀上涂一些风物 如此的人 他有甜头 甜头尝到 利被割了 这个比喻是什么 眼前的那么多小利 就有惑他 你就敢做罪孽 是什么 他要做严 他想得到那些小利 这样就杀到人望 利他得到了 老实说是他命里所有的 命里没有你做那些罪业 你享受不了那些利益 因为你命里无 得到那么多小利是你命里有的 你又何苦呢 你不做那些业迟几日得到 你做那些业提早几日得到 那何苦呢 所以因果报应他有个缘 无论善是恶 缘成熟 古报就现前 聪明的人有耐心 缘不成熟 不动 等机缘成熟 自然就有丰寿 好似我们种米种蔬菜 一定要缘成熟 它掌成了 你先去收割它 还未掌成 还未熟透 你去收割是生的不吃得 吃了就有病了 所以要忍耐 有耐心去等 不贪小着素 不宜之才绝对不娶 你如果娶了后面绝对有灾难 现前真的有幽悲苦痛 死了之后有三途恶报 感有何苦内在 真正了解 真正明白 他才真正相信 要因果报 丝毫不爽 绝对不敢作恶 不敢作恶不是说 恶不敢做 他连安念都不会生 你总是真正有智慧 真正聪明人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